中央设计者汪一如台北二日电在硬体城馆落成之前,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推广艺术的脚步不停歇,在国庆连甲推出艺术扩散计划二部区咖啡馆的跳舞时光,It Takes Two to Tango,让民众在咖啡馆与艺术约会,艺术扩散计划以行动剧场为概念,透过不同形式的活动,不同空间的体验, 让艺术走进一般民众的生活,10月7日至10日的国庆连甲期间,这个计划的二部区咖啡馆的跳舞时光,由编舞家杨乃轩与小市制作的舞者发动,带着舞到潜入台北市的期间咖啡馆,此外, 陈建奇,李星云,谢银轩,柯志豪,江亦睿,谢杰化,刘燕成,张芳瑜,蔡瑞山,陈兴和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工作者,将坐进咖啡馆与民众喝咖啡,近距离聊艺术,聊生活, 民众可透过北义中心脸书台北表演艺术中心,Zoipay Performing Art Center,报名,在今天的宣告记者会上,总监王孟超说明,第一阶段的艺术扩散计划,针对12岁以下的孩童家庭,设计音乐, 阿卡贝拉偶戏及杂爽的体验式演出,主动走进家演出,竭力推出的二部曲则锁定年轻族群聚集的咖啡馆,希望透过享用一杯咖啡的时间,让更多人体验艺术,近年不断实验各类空间表演可能的杨乃璇,这次已在咖啡馆可以做什么? 为提问发响舞作,将咖啡馆中各色人物的行为姿态,声响,情绪,搭配空间动线,转化成肢体动作,让舞蹈变得日常可轻,1061002